战争就是烧钱的,尤其是打偿现代战争,那钱花的跟流水似的。 想想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,在两一战争之前,国内经济都比较强大,可是之后经济就非常低迷了,这也认证了打仗就是烧钱的话语。 一枚大威力导弹,动辄几亿或者十几亿,这可不是一般国家能玩得赚的。 相信大家都清楚,美国年年军费世界第一,当初为了实现不对称优势,积极打造了反导拦截体系,其中以标准系列导弹为其中的扛把子。 2018年12月,美国爆射了一枚速度,最高可达8倍因素的标准三防空导弹。 这枚标准三成功摧毁了把弹。 而标准三导弹被美国人号称为世界上效能最强悍的防空导弹,它采用动能方式摧毁目标。 不仅可以拦截来袭导弹,甚至还能摧毁低空卫星,实力不可谓不强悍。 甚至有美国专家坦言,有了标准三的加持。 他们的十万吨核航母,可以硬扛住450枚导弹的袭击。 小伙伴你们认为会怎么样呢? 事实上,现实可能会直接甩给美国人一巴掌。 要知道,这是美军第三次爆射最新型的标准三。 此前两次无一例外都遭到失败。 不过,美军却拿出现技术问题为由,对这两次失败负责。 然而,这款导弹还是没有达到美军预期目的。 参考美军专家的话语。 他们的十万吨核航母,最少能够硬抗450枚。 以及现役二到三枚防空导弹,拦截一枚来袭导弹的概率来看。 美军最起码也要准备900枚至1350枚防空导弹。 而根据美军航母战斗群的规模来看,乖乖。 这可不得了。 小编估计美航母战斗群,都要携带防空导弹也够呛。 甚至有时可能还要用战斗式巡航导弹,充当防空导弹。 不过,美军想用一枚标准三成功拦截一枚东风导弹。 小编在这只能呵呵一笑。 说美国人是太高估标准三的效能了。 要知道。 面对我国东风系列反舰弹道导弹的饱和攻击,尤其是末端时被音速的超高音速突防。 美军航母只要被命中一枚,不成也得瞬间丧失战斗力。 估计没等美军拦截完这450枚导弹,他们自己就得提前破产。 因为这枚标准三的代价却贵得非常离谱,据说每枚高达1.7亿元。 然而,可笑的是,美军还未宣布大规模采购标准三导弹。 日本就迫不及待的在2018年,宣布斥资34亿元,购买21枚标准三导弹。 似乎是在帮助美军打悬战,想要在东风导弹飞行的途中将其击落。 不过,你们是不是太小瞧中国东风导弹的实力呢? 要知道,东风导弹素有东风快递之称。 现在还没有人敢宣布,他们可以接受东风快递呢。 小伙伴,你们说是不是呢?